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 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和第二大港口 十三世纪时 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 十六世纪末 安特卫普的商人来到这里 带来了钻石加工业 西班牙葡萄牙商人的到来 标志着这座城市开始走向繁荣 一六零二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一六零九年 欧洲最早的信贷机构之一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这里成立 阿姆斯特丹步入辉煌的发展时期 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不能不说中国明清外销死 一六零二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购买商船 开始与东方国家 特别是中国进行商品贸易 这是当年在中国烧制的 坟采荷兰商船 平泊中国海域文盘 盘子中央会蓝天碧水 和一艘多维甘商船 盘子上方书写文字 点名用途 这些彩绘航海文盘 烧制于清乾隆年间 表现的也是类似的内容 一艘悬挂荷兰国旗的 多维甘船平泊在近海 一只小船离开大船 正朝岸上滑去 这些瓷盘就是那段历史的 真实见证 1604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 凯琳纳号商船 载着六十吨中国明代外销瓷 返回阿姆斯特丹 这批瓷器除了少量 单色瓷和彩瓷外 绝大部分是青花瓷 荷兰议会决定 在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他们 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 以及其他皇宫贵族都加入到竞拍行列 争相购买这批精美的瓷器 在其后的近二百年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瓷器贸易商之一 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了一百九十六年 于一七九八年结散 期间从中国进口的多少瓷器 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不过根据记载 仅一七五一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进口了四十九万件中国瓷器 以此推测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瓷器 有数千万件之多 这些瓷器分散到欧洲各地 完好保存起来的已经成为瓷器真品 被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们收藏 时过境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总部 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部分 我们还能在阿姆斯特丹找到相关的文物吗 一位热心的荷兰朋友告诉我们 阿姆斯特丹有一家梵瓷家族博物馆 梵瓷家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兴许那里有我们要寻找的文物 我们沿着大街一路寻找 终于找到了这家博物馆 博物馆的前身是阿姆斯特丹市显赫一时的家族 梵瓷家族的私人宅邸 1973年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把这栋私人宅邸改建成了博物馆 对外开放 我们首先来到厨房 这里保存着梵瓷家族当年使用的餐具 有带盖汤盆 奶杯 奶杯托 镂空瓷水果框 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尺寸的金边花口盘 瓷器质地洁白 会相同的花卉图案 应该属于套装餐具 这里是餐厅 面积不大 布置得十分典雅 墙上用青花人物图盘做装饰 青花瓷盘五件一组 会相同的图案 用瓷盘装饰房间 在当时的欧洲十分流行 成为一种时尚 餐桌上摆着餐具和竹台 其中最精美的餐具是 带盖尔汤盆 带盖尔汤盆是典型的西式餐具 也是清代外销词中常见的一个品种 我们国宝档案海外寻宝社之组 在欧洲拍摄时经常见到它们 比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国亭 我们就见到了彩绘花鸟文汤盆 广彩花卉文汤盆 青花松鹤同春文汤盆等 它们都是中国词遥仿照西方式养烧制的 二楼是繁禄家族成员的房间 走廊和房间里悬挂着繁禄家族人员的肖像 房间里陈列着繁禄家族当年使用和收藏的一些中国瓷器 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明清时期的青花瓷 这是青花花卉吉祥文茶具 八角形茶碗 八角形茶盘和提凉壶 茶具右面光洁 青花电缆 画工精湛 让我们不禁想起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维帝胡安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一件明代青花提凉壶 壶身三面开光绘画花卉文 另三面开光绘画吉祥图案 把两件提凉壶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它们在造型和文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繁禄博物馆珍藏的中国瓷器具有鲜明的外销瓷特征 那么瓷器的底部是不是也留有相应的款制呢